首先,本视频主要面对准备入手台式电脑缺犯难的人群 我会用自己的理解深入前出的讲一讲内存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都很宝贵,所以请集中注意力震震听 如果有不太明白的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给我,或者二刷三刷 首先当你在操控电脑的时候,CPU会处理你的指令 从硬盘把数据传送给CPU,这个中间需要过一道内存的手 同时,内存会暂时储存你的数据,方便再次调用 比如说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这样会提升效率 但是内存的特点就是数据不能长久保存 一般情况下,断电关机之后,内存的数据就会被清空 首先,内存分为几种,回答分三种 DDR2,DDR3和DDR4 从频率上来分,有800,1333,166,2133,243,000,什么都有 这个内存不向下兼容 如果您需要购买内存,请查清主板上边的内存 支持是DDR2,还是DDR3,还是DDR4 但是这个频率是向下兼容的 比如说同为DDR3,1333跟166的两个条子 频率会以1333进行运行 从特殊角度说,还有ECC内存和AMD的专用内存 首先ECC是什么意思?就是服务器的内存 AMD专用内存就是字面意思了 就是AMD专用的 这些内存不太推荐小白购买 因为家用机用不到 ECC专门针对的是服务器 AMD专对就是特殊的主板才可以使用 那么内存频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是,但是是否需要为了高频率的内存而额外多花一些钱 我的建议是,不值得 首先,DDR4对比DDR3,性能大约提升了30% 当然这个我没有具体根据啊,我只是感觉 但是你看现在,价格差不多,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日常的使用和游戏办公当中 内存根本就不是决定性能上限的部件 它和其他部件一样,只能决定性能的下限 而在渲染,制图,模型,多开虚拟机这种事情上 内存的重要性才可以体现出来 但是,内存的重要性指的是容量很重要 而不是说它的频率很重要 如果你很有钱,如果你是土豪 你买海盗船的勃金桥子,我都不管 但是如果你想稍微注重一下性价比 请不要在内存上投入过多的钱 就算投,也不要在频率上投更多的钱 因为这些频率的提升,在日常的游戏当中 根本就体验不出来 那么还有一些关于内存的小tips 这里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如果你有4G或4G以上的内存 请选择64位系统,因为32位系统已经识别不了了 如果你没有独立显卡,只有你的核显 那么请组双通道内存 这样对内存的性能有部分的提升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进阶的知识 就是内存的时序 那么内存的时序呢,说句实话已经不再面向小白了 这里也不再去讲 如果有大神的话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边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那么推荐一些好的内存条 那首先呢,我用过的内存 就是贼船的DDR-3 芝奇的红树子和金士顿的骇客神条 这三个条子呢,我都用过 我个人的理解是没多大区别 那么到现在为止 TimexMoney这个系列视频呢,就暂时性的完结了 其实还有两个部分没有讲 机箱和散热 但是呢,机箱这个喜好 基本上因然而异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没有什么太注意的点 除了一个大小 比如说你买个大主板,你买个小鸡箱 可能也就这一条 那么散热呢,基本不用掰扯 都很清晰 没有什么可以着重讲的地方 目前为止 TimexMoney这个系列呢 我做了一个月左右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新人基础项的科普呢,终于做完了 我可以做更多更有趣的视频了 来吧,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半岛的灯车 我们下次再见 本次内容说明完毕 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可以私信我或者给我留言 本人微博是卡比授杠天成 挑全二维码如图所示 通过扫码可以找到我 本人支付宝二维码如图所示 自愿投石挑戏 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好 请给我一些支持 如果支持的多 我会进行双更 并且送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礼物 作为回馈 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风车每周末都会更新视频 我是风车 我们下次再见